安全食材的守门员是谁 安全食材的守门员当然是产销履历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从96年起 推动了产销履历农产品制度 强调安全永续公开可追溯 第三方验证等核心价值 并且有严谨的国际第三者 任验证体系把关 每一年针对优秀参与者 评选出产销履历达人 而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七届 总共选出了11位农粮产类 两位水产类 两位续产类 总计有15位达人 就让我们一起造访产销履历的达人们 重新来认识 这个从生产到加工 都要全程记录 并且验证的严谨标章 了解每一位达人的坚持 以及在经验传承中学习 又突破传统的心路历程 黄国梁是谁 他是106年度产销履历水产达人 他也是无独养殖梦的实践者 他透过生物多样性的方式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小型生态食物链 他用低密度的养殖方式 以及生态环境平衡地维持 重现过去保有芝麻香风味的湿木云 创新的节能减碳方式 生物多样性 自行设计的打水机 以及自行研发的造流机 不仅可以有效降低85%的电力 还可以省下饲料成本 听众们你好 今天产销旅历达人的世代传承之路 我们来到了第四站 也就是来到了台南市的北门区 造访无独养殖梦的实践者 黄国粮 也由于采访当天的东北季风非常的强 在室外的余温 其实黄国粮跟我们解说非常非常多 有关于它的低密度养殖跟友善环境的部分 但是呢 狂风怒嚎的声音啊 让收音的品质非常的不好 所以就用历青来取代黄国粮 来跟大家聊一聊 它的友善用药的部分 他说回归传统补牢的方式 它大幅降低了养殖的密度 也不用增肥饲料 并且以高达36种自然负数菌种 来改良水质 让环境能够自行地调整 来创造友善的养殖环境 而为了让它的余温更符合无独的环境 余温旁的杂草是聚用除草剂奔除 提岸路面也都以苛刻来替代薄油 避免有毒物质渗入地底或是水里 而在收成期间 绝对不使用电极的方式 它选择在半夜 用传统的流刺网来捕捞 避免惊吓到湿木鱼 而影响口感 为的就是要保持湿木鱼的鲜嫩口感 黄姑娘说 她要创造一个跟自然和谐共存的养殖环境 在同一个鱼池内 混养多种的物种 像鹅啊 红杉 或是龙胆石斑等等 以生物链的方式自然养殖 让物种可以自然共生循环 并且她架设一个承载能力 高达了20公顿的浮动码头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展开产地教育之旅 带给大家一个看得到 吃得到 也玩得到的食农教育环境 而一般的养殖池 一年当中有11个月在续养施木鱼 但是黄姑娘的鱼池 只有5到6个月养鱼 她把剩余的时间 都还给了土地跟大海 当是沐浴于竹坯的捕捞完毕 再运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来养水 投入益生菌跟微生物 分解养殖过程的排泄物 以及饲料残留 所产生的阿姆尼亚 跟亚硝酸等等的污染物质 分解完毕之后 再把干净没有污染的水 还给了大海 排水之后 接着还要养地呢 她把池子曝晒两个月 不用石灰 她只运用最天然的阳光来杀菌 还给地球干净的土壤 等杀菌完毕之后 海水再度引进池里面 而这个时候 不急着放养鱼苗 必须再等两个月养水 等海水当中的污染物质分解之后 才投入鱼苗 让湿木鱼 在完全没有污染的环境之下成长 接下来黄国良也带我们来到了 刚刚才落成的旭海安肃水产有限公司 它可是起源于甜妈妈长饮海味屋 甜妈妈是农委会认证许可的田园料理 农产加工 而长饮海味屋是自家养殖 经产销履历认证所生产的湿木鱼 所用心做出健康原味自然的 湿木鱼相关产品 成立旭海安肃水产有限公司的初心 我们来听听黄国良怎么说 提供安心食材 就跟旭日每天东升 这么自然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我就把它取名旭海 那安肃就是安心溯源 所以我很多人说 我去算笔话干嘛 没有我自己取的 我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真的觉得生产者提供安心食材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跟消费者 跟你们媒体朋友讲的就是说 我不会去强调说 我的东西因为我有产销 理会我干嘛 所以价格比较贵 不是 各位你们看到 成本真的不一样 那贵的原因不是因为 我的东西有产销 履历有欧盟认证 不是 而是因为我们付出了 它合理的成本在 现在各位在市场上买到的东西都是不正常的东西 它的成本不合理 它的养殖过程不合理 它的整个产销也不合理 所以相对性的 虽然买到比较便宜的东西 但是你们吃到的是不正确的东西 那我希望把它倒入正轨 这个我跟各位讲解一下 这也是我自己去想的logo 一个台湾 虚日嘛 就我刚刚讲的 生产者提供安心食材 就跟虚日东升一样这么自然 那这几只鱼呢 我希望把台湾的水产走出去 销到国外去 所以它的鱼不是由外往内 是由内往外 从台湾走出去 这是我的目标 所以我才会自己设计的这个logo 对 这都自己画的啦 用简单笔画 随便弄一弄 对 但是我做每一件事情 都有我的想法跟理念 接下来黄国良也带领着各家媒体 进到他这个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俱全的工厂内部参观 人事走这 人事走这 然后跟各位说 我这个厂房里面 除了冷凤库之外 其他的这些都是不锈钢的延绵库板 因为我问他那边规定是必须要 补弱菌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走道没有做到气密 但是我们每一个工作室 每一个工作室都是做到气密型的 这是消毒用的 因为现在停工 我们每天下班之前是把下毒水摆放掉 然后工作的时候才会那个 那这边是我们的 里面那一间是我的熟成室 我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 你会研发室吗 没有他就是一个熟成室 对那这一间是外面是我们的 包装室 那我们的工作室温是15度 15度 15度以下 吹开就舒服 对那我们现在这里面看到的全部是气密型的 其实就差一个负压 它就是无菌了 它就是所谓的无成室 对那当初为了要做这个库板 这个不锈钢延绵库板 一块 1800块 所以我光这间 光隔间我花了200多万 光隔间的部分就花了200多万 对 然后这边是我的 这边是我的熬主室 因为我 其实我把我的鱼从里到外 从头到尾 做一个充分的利用 那这边我就是 我有用湿木鱼骨 500斤的湿木鱼骨 下去熬三天两夜 做出我们的元气鱼 待会到店里我可以请你们品尝 它现在这个东西我供不应求 这两天没熬 我已经被消费者追杀了 它不是高汤吗 它不是高汤 其实类似 但是我的做法是用小火慢炖 就熬三天两夜 一般都是用压力锅 可是压力锅在高温高压的状况之下 会把一些营养源破坏掉 所以我用最古老的方式 下去做 对啊 这就是我的熬主室 现在是三锅在好了 但是三锅也是供不应求 那鱼鳞呢 鱼鳞做胶原蛋白 所以都没怕症 都没怕症 我每天都把他拿到高 那这边是我现在 这边是原本规划是要做 因为我有在做水饺 可是因为现在人员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这边把它当成我的 就是清洗工具的厨房室 但是未来这边会做成做加工品 水饺啦 鱼碗啦 这些东西 那一样都是室温15度的工作环境 精密型的 然后这边 这个两道必须要 它是联动型的 一边关一边缠开 这边是我的成品库 其实我这间工厂里面 有一大部分的面积是放成功库 成品库 原料库 成品库 然后这边是我的冷藏室 大家小心 被压到我的腹部 我现在里面其实 前一段时间抓的原料都在这里面 这边是负25度 这是保存库 所以负18度以下就OK 那这一间是我的急速冷冻 这一间它的温度是负45度 那最主要它的效能是 一顿的货进去 30分钟之内 它的中心温度必须达到-15度 这是它的节动能力 它为何做到负60度 负60度它应该这么讲 我们急速冷冻最主要是它的冻结能力 不是它的温度 对不是它的温度 30分钟内必须达到-18度 那这一间其实很小 这一间空间很小 这一间花了我将近200万 对因为很多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水产业者 都觉得冻会冻 会硬就是冷冻 可是其实它冰金结块 严重影响到它所谓的三品 的美味与火 因为冰金结块越大 我们都有一个都曾经有过嘛 水变成冰之后它会膨胀 对不对 所以它冰金结块越大的话 表示它的含水量越大 OK 那我们有喝过结冰的饮料 在解冻之前 喝起来是不是很甜 对不对 因为甜度会先跑掉 会先释放出来 在解冻的状况之下 所以你如果在你的冰金结块 很大的状况之下 在解冻 那即使再好的鱼 都会变得不好吃 都会变得不好吃 因为它的甜度跑掉了 它的口感跑掉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砸大钱 花这台的原因在这里 那再来一个 其实水产品有两个主要重点 一个是冷冻 另外一个是解冻 其实我跟各位讲 因为我说我的东西 都有经过加工熟成 其实你们各位吃到的东西 都是二次解冻的东西 因为我一次性补拉 我补拉完成之后 没有办法一次把它做完 我的做法是补拉完成之后 我是花时间 我是花时间去解冻 因为一般人都是把它放到常温 或者是放到冷藏 其实冰金结块 它的在解冻的状况之下 你要调不懂的温层 我解冻一批鱼要花两到三天 花两天的时间 至少要花两天的时间 然后用不同的温层去让它解冻 我解冻出来的鱼是完全没有血水流出来的 这个技术我很乐意交给所有的业者 只是他们不愿意用 他们觉得太麻烦了 拿出来半个钟头我就可以做了 我干嘛要在那边搞两天 对可是当你们吃到我的东西 其实我常常讲一句话 我的东西你不需要听任何人讲 包括我你自己吃 你的嘴巴会告诉你那个差异性 看似已经实现了无独养殖梦的黄国梁 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也经历过很多的低潮 甚至想要打退堂股以及打击呢 我今天有能力把这间加工厂 弄出来的原因是 我真的遇到贵人 我所谓的贵人是 我其实一开始我本身是养青 那我当时我规划是说 我要花八百万盖建这家工厂 因为养青有一千万的贷款额度 结果反正我带不出来 带的不够多啦 对只带了五百万出来 而且很巧的是 我想想说老天爷对我真的没好过 我这间工厂盖到一半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股价好了 铁皮还没上 遇到一个台风 全倒 全倒 是整个摊平 在那个状况之下 我身上已经没钱了 贷款钱花完了 就整地呀 做什么弄了 没钱了 结果突然有一个 其实不是那么熟的朋友 说实在话 我当时只跟他借过两次面 然后突然打来通电话 跟我讨论一个共同朋友的事情 讲完之后 他都问我一句说 欸阿梁啊你最近怎么样 我就说 啊 工厂盖到一半 倒了 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知道要如何 钱也带不出来了 他突然跟我讲一句说 阿梁你明天来山长找我 我就上去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上去之后 他跟我讲说 需要多少 我说五百 他说五百不够 隔天 我的账户多了一千万 我的账户多了一千万 然后 OK 结果有了一千万我就想说 那我要把规格做到更好 本来只是打算塑胶板订一订嘛 我说好 那把规格做到更好 结果一发现说 哇 那把规格要求太高 一千万不够 那当我不够的时候 突然有一家外商公司 他们总经理拿了一张支票 来找我 跟我说 黄先生 这笔钱是我们公司要资助你的 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把它盖起来 所以会有这么多人 无偿的 来资助我 来帮助我 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拼命 这么努力的原因也在这里 因为我不是只为了我自己在做 我还要为背后这些默默帮助我的人 没有错 黄国良说 背后有这么多支持他的人 他不只是为自己而做 也要为这些默默支撑他的人 而努力而前进 他也说 这份坚持就好像是一场革命 不过这个革命 不是由他一个人来独立完成 而是需要大家有共识 一起来完成这一项革命 三个牌价 产销履历的45块 有产销履历加苏欧盟登陆的50块 有产销履历加苏欧盟登陆 又是我认同的友善养殖55块 那你要卖什么价格 养殖屋自己决定 对 我用这种方式来诱拐 生产者改变 对 今天好多人跟我讲说 阿良 我虞买你 我说 产销履历拿来 对啊 产销履历拿来 我就说 你有产销履历我用45块跟你说 那进来我们这个团体之后 我会开始辅导你 转型做所谓的友善养殖 所以他们养殖的方式会都跟你一样 我尽量慢慢来 我不会一次要求说一次到位 但是最基本的 你必须先有产销履历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你有产销履历之后 我们慢慢的去调整 把你改变成跟我一模一样 消费者不是付不起 消费者 他只是说 我今天我付高价 但是我不知道买的是不是正确的东西 所以他不愿意付 可是当他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正确的 他非常愿意去付这个钱 而且我一直强调说 什么叫合理价钱 合理价钱 现在的 我常讲现在的市场价格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 师母语成本 40块 卖28块 你们去卖到 你们在菜市场买到可能50块 对不对 那你买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是生产者为了要降低成本所饰养出来的东西 降低成本两个方式 第一个增加密度 第二个从饲料下手 饲料怎么下手 师母语就显而易见 师母语大家都要吃一度 对不对 所以呢 养殖业者 饲料厂就开发出一种叫增肥饲料 这个饲料 对这个饲料吃了之后 肚子很油很大很肥 OK 师母语的饲料 脂肪含量 合理比例 3到8% 现在增肥饲料 增加到35%以上 那我请教各位 在要降低成本的状况之下 你觉得饲料厂 可能去买大豆沙拉油 橄榄油 来加在饲料里面吗 绝对不可能 那这些油脂怎么来 回收油 地沟油 不过各位也不用担心 因为经过科学实证 油品只要经过精炼之后 对人体无害 所以顶心背叛无尊 对吧 但是我跟各位讲 也没有帮助 吃了对人体也没有帮助 更糟糕的是 这些炸过鸡排 咸酥鸡 猪排的这些油 即使经过存化之后 它的味道还是存在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 它不吃养殖鱼 因为养殖鱼 吃起来有一种怪怪的味道 不是土味 但是就是有一股 很不好的味道 什么味道 油耗味 所以你们还要花 小钱 去吃到不合理的东西吗 我今天要做的革命 是要把整个生产流程 合理化 正常化 也许我们消费者 多花一些钱 但是我们可以买到的 是对身体没有影响 那这件事情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做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做 对这块土地 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当然要找 一大群人来做 所以我把它称为革命 我们家做产家 理事我爸开始做 不是我回来才做的 是我爸就在做的 他是非常有理念的老人家 可是这几年 我跟他一直在冲突 会冲突的原因是因为 不是因为他不认同我 是因为他舍不得 心疼我 这么辛苦 这么累 又赚不到钱 对 我光为了盖这间加工厂 跟我爸大概这一年多来 没讲过话 对 不是 他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压力 压力这么大 然后 就是 他觉得我在做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情 但是你说我爸有支持我吗 有 他把他所有的土地拿来借我去贷款 你说他有支持我吗 他当然支持我 他只是因为心疼我 不舍我 对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因为我就是 我非常坚持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一直跟他不断的冲突 对 所以 对啦 反正 就是努力去做的 我现在要 我一直在教育消费者 你花少的钱 买到的东西 不是说一定不好 菜市场也有好的鱼 可是老实讲 连我都分不出来 看运气 你也许买到对的 也许买到不对的 但是大部分是不对的 连我生产者都没有能力分辨 我今天订的这个价格 我把它称为合理价格 我必须要有这个价格 才有办法去支撑我的成本 要不我还是只能想尽办法 去压低我的成本 那压低成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不合理的 其实我跟你讲 经过这两三年来的努力之后 真的已经起了一些变化了 我身边已经有一些人了 而且很愿意 很认同 愿意一起来走这一条艰辛的路 最后啊 我们当然不能够错过来尝尝 黄国良无毒养殖的这些鱼虾 那么黄国良也一一的为我们介绍 鱼下巴的特性 以及呢 这是全国啊 唯一不邮报的虱目鱼的鱼度 而且他还说啊 他特地呢 留了尾端的两排大赤 也就是鱼刺哦 那么希望大家呢 不要忘记咯 吃鱼啊 也要知道 买怎么来撑鱼吃哦 其实每一只鱼的下巴都是它油脂最多 肉脂最细腻的地方 可是这一块 老实讲在市场上是 劣币驱逐良币 因为太多人吃过不好吃的鱼下巴 所以这一块东西在市场上没有价值 甚至很少人愿意去接触 这一块鱼下巴经过我们正确的养殖方式之外 我再把它经过熟成 所以更体现出它的风味 我的东西在吃有一个绝妙的地方就是 一般鱼大家都习惯吃热热的 冷掉之后就不好吃了 变太干彩 变太硬 甚至会有腥味 那我常跟消费者讲说 我的东西 热热的时候吃一口 那拜托剩下的放冷了之后 你放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之后再来吃 看它是不是一样这么好吃 然后接着这是我们的那个 尊品鱼渡 这片鱼渡是全台湾唯一不会油爆的湿木鱼渡 因为很多妈妈因为怕煎湿木鱼 所以就不买湿木鱼 对那所以我们就特地做了这一片 是完全不会油爆的 对那这片鱼渡还有一个特殊地方是 它的尾端我故意保留了两排大刺 前面三分之二以上是没有试的 后面这边 刻意保留这两排大刺 是为了让大家学着吃鱼 因为现在很多妈妈为了疼小孩从小孩 把鱼渡去掉再给小孩子 那我觉得台湾人如果不会吃鱼 太可怜了 所以特地做了这一块 让大家学着吃鱼的一度 那另外这是我们的鱼飞力 鱼飞力它是丝木鱼的背脊肉 丝木鱼油脂最多活动力最强的地方 这一块肉是丝木鱼最好吃的一块肉 可是一般人都把它丢弃 都觉得它的刺很多 可是它的肉质非常细腻 那我们经过熟成之后 它不只保留了它特有的风味之外 我们还让它口感变得更细致 所以这块 这个商品曾经 鱼飞力曾经拿过农委会 十大招牌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产销履历达人的世代传承之路 为大家所介绍为无独养殖梦的实践者黄国良 他说他并不厉害 他就是比白人变得用心 他希望社会者可以看到旭海安硕这个名字的时候 能够认同这就是安心的保障 黄国良说他发愿要来改变台湾的养殖环境跟市场的机制 他也希望能够完整地呈现师母鱼的文化 参加比赛励志得奖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湿木鱼 重新认识湿木鱼的文化 而更重要的是 希望借此能够鼓励其他的养殖户 一起来加入无独养殖的行列 来摆脱中盘鱼饭所带来不对等的剥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应该说下三次之评 字幕一 k provoc之各 字幕一为常见 下面他们怎么回答 也没有�ona